所以說他在聲音的表現上面 我認為在台灣現在已經是 沒有人可以比得上 未來我想也比較難 一人配音的這種最高境界 應該是落在我弟弟彭文哲的身上 那我也祝福他在天上有之 所以說他在聲音的表現上面 我認為在台灣現在已經是 沒有人可以比得上 未來我想也比較難 因為一個人配音基本上是不容易的 一人配音的這種最高境界 應該是落在我弟弟彭文哲的身上 那我也祝福他在天上有之 能夠支持我們把 部隊系繼續的延續下去 心情很複雜 因為我們當然對我祖祖的辭職 其實感到很心痛 但是我祖祖其實有特別交代 就是說我們大家不要太難過 然後其實他希望大家開開心心的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就是說他的作品 他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以他這樣子的一個意念 然後辦了這樣一個展 把他過往的這些生平的這些作品 還有一些過程的一些文物 然後都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想介紹給更多人 可以了解就是黃文哲大師一生的貢獻 哈嘍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嘍大家好我是李博英 哈嘍大家好我是郭舒瑤 哈嘍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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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